《贵妃传》第十二集 妹妹,我听闻太后下旨,将新贵人的龙凤胎抱走,由她亲自养育,新贵人终日以泪洗面,皇上也对她心生厌弃。 我瞧这新贵人也是怪可怜见的,不瞒润姐姐,起初妹妹我并无夺子之心,但得知皇后乌溜溜是有了这个心思后,本宫不得不与她争。 姐姐,我真是不明白,将来不论是哪位皇子立为太子,她乌溜溜是贵为皇后,都是名正言顺的圣母皇太后,何必现在急于一时,赶尽杀绝呀? 问姐姐,你想啊,当今太后并非皇上的圣母,但皇上对她依旧恭敬有加,笑愤至极,不过就是因为皇上的圣母早亡, 正所谓一山不能荣二虎,这个道理咱们懂,皇后自然更懂,她无非就是想着早早地将心贵人的孩子收入囊中,在想方设法去母留子, 彻底断了他们的母子之情,将来新地登基,她就是宫里唯一的太后,也只有这样她才可以真正的安枕无忧, 以此守住她乌溜溜似的满门荣耀,代代相传啊! 依照妹妹所言,若此事真是随了她乌溜溜似的心意,那将来,你我姐妹二人在这后宫还有立足之地吗? 何止是立足之地,只恐怕到时候,就连你我的葬身之地都没了! 这可如何是好啊,妹妹现如今可有想出对策呀,这件事断断不能让乌溜溜似得逞啊! 月棒相针,愚人获利,太后的意图本宫自然明白,一则她只是想保住皇家的子嗣, 担心我与皇后之针会伤及到皇子。 二则,不论是皇后一宫独大,还是我殷宠身交都是她不想看到的, 我与皇后斗得越狠,她太后的地位就越稳,说到底我与乌溜溜似多不过是太后手中的棋子罢了。 姜还是老的辣啊,可太后毕竟年事已高,并不足以威胁到你我, 况且依本宫今时今日之地位,就连皇后暂时也不能把咱们怎样, 所以这件事还需要同常记忆。 论姐姐谨记,万事不可及躁,断不能让皇上察觉你我有夺子之心, 否则即便慎宠在握,一旦与皇上之间生了嫌隙, 多年的情意也会慢慢化为灰烬的, 妹妹言之有理,毕竟小心使得万年船啊。 如今的局面也不错,我非两所空空, 她乌溜溜室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, 咱们何不来个缓兵之计, 已不变应万变,过些阵子, 我去探探太后的心思,再做打算。 总之,无论如何, 她乌溜溜是想凭借着将来太后的宝座东山再起, 本宫是绝对不会让她无怨的,哼哼。 花贵妃步步为营, 好戏连连,下集更精彩。